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快要炸开了 据说九月会炸开 郭台铭为什么越玩越大 郭台铭玩到他在两岸的立场上跟民进党差别到底在哪里 这个是郭台铭 是台湾人现在在想 郭董你到底选不选 那郭台铭曾经要求韩国瑜就香港反送中的事情要表态 郭台铭的态度是什么 跟民进党差别不大吗 而香港反送中这样继续搞下去 真的 真的 郭董真的认为一国两制失败吗 郭董真的认为香港没有一个正向的一国两制吗 难道他看不清楚背后是帝国主义持续在21世纪的发作吗 那帝国主义需要什么 帝国主义需要在被奴役的国家 过去被殖民的国家里面扶持要反祖国的人 走遍全世界都这样子 在台湾有很多人台独 在香港很多人港独 那更需要很多的双面人 在台湾讨好台独 然后到大陆去又说 哎呀 大陆很怎么样啊 那希望两岸同吃 然后恬不支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今天我会为你们介绍双面人系列之一 今天高民主义打拳的是前台北县长周锡伟 之前好 大家好 作家郭冠英 大家好 台北教育大学教授庄其民 大家好 好 这个我们先讲 县长 您预判郭董会不会选 我觉得 他在想什么 郭台铭以现在的走向来讲 应该他会选 他会选 那他会选 尤其我觉得他看得很清楚嘛 不管过去的政治立场 或者个人的风格怎么样 我觉得他跟柯文哲 跟这个王金平 我相信已经结盟在一起了啦 只不过今天他们三个人的这个套路 这个戏剧的剧本 大家看起来还是觉得怪怪的 因为到底谁选政的 还没有确定嘛 到底要怎么样选 也还没有确定 不过我在这里倒想要讲一件事 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诚信 诚信 自己讲过的话 不要认为说都可以不算 郭台铭讲过 他在他初选的时候 是的 如果他输了 他输了的话 他会支持党的候选人 而且前面有句话 他不接受征召 对 他一定要参加初选 光明磊落 这个初选也的确光明磊落的办完了 那的确他输了 输给韩国瑜17个百分点 平均起来 那我要讲的是 从中华民国有史以来到现在 没有一次的 党内的初选办到这么公平公正公开 没有 各位 没有一个政党 没有一次的初选办到这样子 那当初讲到说 如果我输的话 会支持国民党提名的人 如果他没有做到的话 我觉得诚信第一个受考验 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 如果国民党里面的人 没有受到提名出来参选 就是帮蔡英文当选连任 好 这认为郭会参选 而且会帮助蔡英文连任 也就是说郭出来不会赢 校长 你觉得郭会参选吗 他参选会赢吗 考验功利 我一直在观察郭德走向 因为他刚开始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签说 如果初选落败的话 不参选的 不像县长有签的 我自己带头的 你超高的 第一个 他应该是为他未来留伏笔 那桃园三杰益破局 就是王金平 柯P 跟他三杰益破局 那时候我知道是王也想当政的 郭也想当政的 但是王也当政的是没有什么票的 最近会在合体的话 我认为大概谈得差不多 如果谈得差不多的话 郭这个时候跟柯结合 不要低估柯 柯在台北市民调最低 他还是当选的 柯文则在全台湾的民调都演超过台北市 柯有他的基本盘 然后郭有他的基本盘 最少20% 柯文也有他的基本盘 所以我认为 在这种情况之下 郭会出来参选 那我说过 郭会出来参选 不见得不会当选 他有当选的机会 我有觉得他有当选的机会 可是柯文哲过去所辅选的 很多立委也好 或怎么样 那是不一样 都没有办法当选 那不一样 不是本人 可是如果是不见台名出来 柯文哲不会出来 不是 他们结合在一起 我要讲的是说 柯文哲在台北市的票 他是当选的 对 可是他当市长的票 没有贯到他支持的候选人的票 他支持的是议员 当选的也不多 原来亲民党的 全部挂白色力量 有亲民党的基本盘 可是后来票开出来 还是原来的亲民党的基本盘 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 候选人本身的票 不见得会贯到他的市议员 但这是 柯P是跟郭杰是总统票 OK 好 郭大哥 你觉得郭会不会参选 不是你 你不会参选 我知道 我认为他会选 可是我也不能够非常地确定 因为一个月前 我可能还是认为他不会选 不会选 可是现在的态势来看 我的前面的判断不对 他可能会选 那么他选的话 当然选不上 那么会不会把国民党的票 就拉的败 那么这也是不晓得的 所以我讲的很简单 我觉得他会选 你觉得他会选 好 那这一个 其实现在台湾 舆论界媒体圈已经 大家都 私底下都公认 可能郭就是要选了 那这个要选的人 这个郭董呢 他曾经要求韩国瑜 就香港反送中表态 他自己也表态了 那郭董不知道 接下来这样 从他讲话一直到现在 他现在看香港每一天的演变 以他这么了解国际的局势 他真的看不懂香港吗 他认为香港这些暴乱 这些暴动 这些暴力 都是有道理的吗 都是可以的吗 我们继续看下去 8月23日 香港一个人签一个人签 组成他们的名字叫做 香港之路的行动 4万多个人沿着地铁港岛 泉湾跟关塘等几个地铁站外面的人行道 手牵手拉出长达44.23公里的人链 这个在台湾以前 随随便也玩过 也不稀奇 怎么好稀奇呢 以前波罗德海三小国也玩过 就造成了苏联解体 这个又不是第一次玩 不稀奇 那请问一下 波罗德海三小国 他们是诉求要独立 陈水扁是诉求要独立 请问香港你是要干嘛 8月24日 关塘区发起燃点香港 全民觉醒 反修例的游行 同时关注区内智慧登注 可能用作监控用途 可能哦 可能就可以干嘛咯 那韩国瑜说 我可能被装了追踪器哦 那也可以上街咯 你有没有真凭实据说你要干嘛 你就可以这样 然后地铁公司就宣布 公众因为活动要审慎 跟安全因素就关闭地铁站 8月25日全魁清游行 再度出现激烈的警民冲突 我们看到了肉袋 你会看到说那个暴徒啊 他是拿长棍 甚至拿球棒 然后就跟警察这样打 就这样打 就这样打 然后踹警察 然后扔东西 你有厉害的话去美国打打打看 去纽约打打看啊 你在香港耍什么威风格 可以这样打哦 继续弄 结果警察只好开水驻车 那游行的申请人呢 傍晚被捕 他讲的话好不好笑 给大家笑一下 因为呢 他说 因为警方如果核准你游行 然后时间到你就要撤了 结果你没有撤 你们还继续暴力 结果警方有逮捕人 结果他出来讲 他说协助疏散人群是警方的责任啊 你不能够因为市民没有及时疏散 现在就以非法集结罪拘捕 这不过是强逼市民堕入法网 打压市民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 这和平吗 这怎么回事 香港现在反省中 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先讲两件事情 再来看香港的事情 好 第一个 我到日本的代表处 去抗议日本对未安妇 对钓鱼台 这些所有的事情 当时我是被警察 完全围格在外面 一层一层一层的巨马 你是在台北市的 我在台北市 对 那个地方我也去抗议过 对 完全被围起来 然后日本代表处 不派任何人出来 接见我们的抗议 不理就是不理你 当时我们的警察做什么事 把我全部围起来 那我想办法爬进去 到第一层进去之后 所有的警察就把我围起来 对 然后就把我抬出去了 对 陈水扁在大直办活动 大直点华 我也带着大家一起抗议 陈水扁凭什么保外就医 身体这么健康 还可以办政治的活动 我去抗议啊 所有的警察也是把我们 全部都围起来了 请问今天我们中华民国的警察 是要保护那些做奸犯科的人吗 是要保护日本人来剥夺我们的权力吗 伤害我们的妇女吗 抢夺我们的钓鱼台吗 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做 警察完全都把他围起来了 我当时往里面冲 怎么冲也冲不进去啊 那警察有没有暴力 他打我有没有暴力 如果我用同样的道理 再讲到在美国 我告诉各位 这种行为在美国 绝对被打得半死了 如果警察觉得人身有危险的话 他就直接开枪的 你在美国 就直接开枪 我告诉各位 在美国 你用囚棒去打警察试试看啊 开玩笑不可能 在美国你用囚棒打警察 你绝对被打死 我告诉你 当场开枪当场击毙啊 所以我要再讲的就是说 今天民进党在说什么 今天香港的问题 让香港人自己解决 民进党的 在我们现在 在我们国家里面 他的抗争示威 大家已经对他极端的容忍 但是我要讲 任何的抗争示威 你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 而且你不能输出暴力 可是香港这群他很知道 如果没有暴力冲突 吸引不了别人的眼珠子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作用发生 所以他一定要有暴力的行为 我们要讲我们绝对支持民主 但是我们反对暴力 如果有任何暴力的行为 我觉得是完全反对的 同时我要讲 香港有许多人 都觉得他是大英帝国的人 他不会觉得他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他一直都对英国人 卑躬屈膝 尤其各位如果有去上那个网路 上YouTube去看 黎智英跟香港的议员到美国 见国会的议长 跟这些美国的人的时候 讲话的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 我看不起你 如果你见到美国人就这样 卑躬屈膝 我看不起你 如果你在英国统治你的时候 不敢要求一人一票 现在要跟大陆要求一人一票 我看不起你 因为你在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敢 你为什么碰到外国人就矮了半截 同时在这里面 外国人有没有在里面三风点火 去参与所有的一切 许多事情要沟通的 许多事情都要过度的 我觉得林郑月娥讲的 有一件事情蛮对的 她觉得经过这么大的一个混乱 大家都累了 坐下来谈 我觉得现在的时机点是 坐下来谈最好的时机点 但是我最反对一件事 蔡英文 你不要想办法拿香港这个事件 三风点火 来帮助你的选举 认为你的选举 因为这样可以获胜 我觉得你太卑鄙了 台独人一毒脑就残 这种脑残的现象 会连锁反映到香港去 1997年香港回归 从此再回归的那一刻 他就重新就是中国的领土了 港独你别闹了 你自己你你你你闹吧你 但是最起码你要说实话吧 最起码说个实话说 97年之前在香港被英国作为殖民地统治的一百多年 香港人是不是英国人的狗 香港人有没有被英国人当成平等人的人来看 1992年当时李光耀去访问香港 在他右手边坐着彭定康 他就直接了当讲 英国没有给香港人一人一票的普选 什么都没有给 英国人没有平等的对待香港人 彭定康注意哦 注意看彭定康他的表情 来看看 Defelope And the final blossoming Of a large, educated middle club My main & very strong Intensely strong feeling Uh,which grew with the time I spent in Asia Was the people like Lee Kuan Yew Who argued that there was some Special continent-based culture which explained For example, the Asian boom 我认为这就是经验的 和相反的 刚刚我们听到李光耀 他其实1992年就已经在香港 讲给香港人听 讲给英国人听 但被殖民地 曾经被殖民的人 那个心态的转化是不是很困难呢 同样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的人 现在仍然有一些人 他是不愿意做中国人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 所以很兴奋的 觉得自己也参与了港独的活动 然后很兴奋的要在台湾聊起那种 反中的那股气 蔡英文就驾驭着反中的这股气 他民调就拱在那里 他撑住他的台独基本盘 好 那香港闹成这样 你看民进党高雄的立委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民进党高雄立委 反中上瘾了 然后他演了一个叫做为港遮掩 为港遮掩 每一个民进党当选的立委 当然慈禧麦已经辞掉了 许志杰 邱毅盈 你们一个人都遮住右眼 然后来用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反中的运动 讲将就是要反中 然后说每天都在祈祷啊 希望香港今日平安啊 今夜起位安宁希望平安 香港一直很平安啊 黑衣人不上街的时候都很平安啊 所有的不平安都是黑衣人搞的啊 然后民进党给资源给钱 然后给宣传多么恐怖的这个遮掩啊 就是香港曾经有个女生 8月11日啊 她们她说她的右眼被香港警察的布袋弹打瞎了 截至今天为止 截至今天这个女生不肯报案 这个女生不肯被警方验伤 然后呢躲起来也没有出来召开记者会 然后呢可是所有的香港反送中的人都用这个梗说 被打瞎了 被警察打瞎了 然后要警察还演 那请问一下 这个是在香港反送中的街头 请问一下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示威者使用的美制M320榴弹发射器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叫和平非暴力吗 这叫和平非暴力吗 这不是警察 这个是抗议者 然后呢这些示威者用弹弓发射器向尖沙嘴的警署射击 下一张 然后这个女生呢跟警察中间隔了这个公车 等公车的 难道那个布袋弹会转弯吗 然后这一个女生她是有面罩的 她本身也是示威者 她不是路人 那这个面罩真的会被布袋弹打到吗 为什么她不敢接受验伤呢 这不是非常不假 就所有东西都是谎话 有这么多谎话 我举个例子 民进党这些立委说希望香港平安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问啊 现在香港会乱成这个样子是谁造成的 那个白蛇传那个白蛇去下毒 下完毒以后再叫她的老公去卖解药 结果后来老公卖解药以后 大家都觉得她老公是大善人 可是下毒的就是白蛇 今天让香港乱的是谁 民进党有没有支援香港 民进党的人有没有在某种程度 让香港一直乱下去 造乱的就是你们啊 你越造乱对谁越好 对民进党越好啊 捡到枪啊 对不对 你说反送中好了条例 那送中条例已经停了嘛 那你的抗议是应该停了 因为你已经达到目的了对不对 你还让香港继续乱 香港继续乱伤害的是谁 香港人民 但是为什么没有理由香港在乱 香港还在继续乱 一定有外面的势力进来嘛 那外面的势力进来让香港乱 香港乱香港人受害 但是制造乱的人得到利益 所以周现场才会说啊 制造混乱的人去跟那些外国的势力 去怎么样 去抱大腿啊 他们怎么知道混乱呢 包括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的谎话 比如说 英国统治香港的时候 香港有民主 这个谎话 大的谎话 小的谎话包括说 这个女生 她的眼睛受伤 是不是香港警察打的 如果是那是一回事 那如果连根本就不是警察打的呢 全国政协的委员高永文 他举行了守护香港大联盟的记者会 他说 印证了这个女生 是被他自己的有军物伤 因为只有他自己人用弹弓打钢弹 才可能会把眼睛打伤 警察的布袋弹是不会打虾人的 对 这是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他说眼睛被打虾 是他讲的 对不对 那事实在哪里 如果这个事实是警方打的 一定他在现场什么地方 什么样的距离 警方的弹可以打到他吗 他应该出来举证啊 他完全不敢举证代表什么意思 他不要验伤啊 对 他为什么不要验伤 如果验伤验了以后 证实那上面的击证 证实是钢弹打的 大家都知道警察没有钢弹 那就被自己人误伤啊 也因为这样子啊 那就破梗了啊 任何要引用这样的例子的人 一定要举证出来 对 所以像民进党这些例子这样做 最坏的民族示范 最坏的法制示范 因为你完全没有证据 就跟着怎么样 跟着起哄 另外一点 说老实话 如果因为你袭警 警察反击你对不 把你打瞎 那你是多多耗力 把你打死 把你的腿打断都可能 对不对 我们上过街头 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 你要上街头 你要违法警方就可以 依法来逮捕你 来制使你 这是天先地医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说 他是不是打虾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 你拿弹visible去打警察 警察反击你 有没有可能 这都可能啊 在美國被打死的例子到處都是 所以被打蝦 看你怎麼樣 在什麼情況下 跟警方對視 你有沒有襲警 很簡單 這個證據沒有弄清楚之前 就隨便說是警方 惡意的去打傷 這個女孩子把他打蝦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一例 我不知道你們在幹嘛 我再強調一次 香港再亂下去亂夜酒 台灣人民越來越多人會覺得說 你自己在衝線 太多原來自治反送中的我的朋友 甚至學生跟我說 這樣對嗎 他們都會懷疑 一個已經停止了條例 你自己亂下去在亂什麼 所以香港有一群人 他認為全世界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香港上等人 第二種是其他普通人 香港上等人到台灣 殺人放火逃走以後 不用引渡到台灣 到大陸殺人放火 也不用引渡到大陸審判 他只要逃回香港 他保他一世平安 然後這一群香港上等人覺得 他任何人 比如說到紐約 到甘乃迪機場去 你去佔領甘乃迪機場 試試看 看會被打死 但在香港可以打警察 在香港可以佔領街道 在香港可以把開車人拖出來 在香港可以佔領機場 可以無法無天 任何人都不可以反抗你 那說任何謊大家都要說好棒棒 然後呢台獨要跟著繼續要說謊 這樣才可以 這是香港上等人 簡稱香港上人 他們的開示嗎 郭大哥 現在台獨有一個最基本的口號說 我們要 如果我們不守護台灣的話 就會變成 明日台灣 就變成今日的香港 今日的香港 明日的台灣 事實上 明天的香港和現在的香港 已經是今天的台灣 香港現在發生這種事情 在台灣 已經發生了七十多年了 已經發生了七十多年了 你們現在終於 因為香港這件事情 大家有點冷靜的想法 終於知道我所說的 比如說警察 開槍 打死這個 打警察的人 我們現在 也有很多人終於覺得 這個是可以的 你看國外都這樣 但是別忘了一點 台獨跟我們現在台灣 最基本的一個歷史教科書 整個那個建國的理論 就是在 1947年的2月27號 一個警察 打死了一個 打警察的暴徒 結果鬧到現在 所以我要再強調一點 當時的陳怡 做的錯誤事情 就是給太多太多的民主 跟開放給台灣 把軍隊調走了 現在因為軍隊調走了 所以他這個暴亂起來的時候 他無法去把他壓制住 這是第一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陳怡了不起的是 當下面的柯遠芬這些將軍們都說 這個暴亂雖然不是這個警察的錯 但這個暴亂已經起來了 已經打到警總了 已經打到這個 監究公賣決定 就在警總附近 那天下午 2月28號下午 柯遠芬就去見這個陳怡說 把這幾個警察交給我們 我們就地槍局員 以平息這個暴亂 結果陳怡說 這純粹是一個治安事件 法可 人可 法可廢 不是人可廢 法不可廢 這就是一個 所以我絕對不允許有這種情形 這個警察是正確執法 他怎麼可以這樣 你現在我宣佈你立刻去戒嚴 所以他後來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將軍 都怪柯遠芬當時沒有槍斃警察 後來他不曉得歷史 歷史上是柯遠芬最後被迫願意槍斃警察 是陳怡堅持說不能槍斃警察 如果今天在香港也是這種人的話 他很可能就找一個警察出來 把你的眼睛打瞎的槍斃掉了 以為就可以平息暴亂 不行的 所以這太多事情 包括後來 現在不要忘了 高雄還有叫美麗島戰 美麗島戰 但是我告訴你 純遲早暴亂起來的時候 這個美麗島戰也會被封掉的 美麗島就是一個暴力事件 就是個攻擊警察的事件 現在是台灣的盛遊 那就變成民主廣場 這台灣只要台獨做了什麼都是對的 我再插一句 就是林非凡他們說的 我們是不合法 但是我們有正當性 所以他什麼都合法 他什麼都可以 他的正當性是 我為了要台獨 所以我做什麼都可以 然後呢 只要你反對我台獨的 你就去舔共 你就親中 然後你就是賣台 那當一個人或某一種政治主張 被說是舔共 被說是賣台 那我對你幹什麼事都是對的啊 我栽贓抹黑羞辱 我逼迫你壓迫你打壓你 都是可以的 這個就是非常可怕的法西斯 那這種法西斯在社會上 台灣這種社會裡面 摻雜了很多商業的利益 就會變成很多很多很有用的商業台獨啦 所以有一些名嘴呢 他就會 我上這個節目喔 這個節目的屬性就比較偏綠 我要講一些讓觀眾跟主持人跟製作單位都喜歡我的話 那這樣的話他以後才會多多發我通告 懂嗎 那如果這個節目是在比較 他的觀眾就是二十幾歲以下的 那二十幾歲以下的 百分之八十是台獨啊 或者不懂事啊或怎麼樣 那所以我的節目就要這樣要聊播那種反中的情緒啊 好 聊播著聊播著你就看到了 有茶葉蛋事件 2011年的時候有一位教授高志斌 他就在台灣的某一個節目裡面 他討論大陸的社會現狀 然後呢高志斌教授說 中國大陸的百姓收入低啊消費不起 茶葉蛋 你看從2011年到2019年 所有人都印象深的都記得說 台灣人說大陸吃不起茶葉蛋 我們衰不衰啊 就一個人這樣子 然後我們所有每一個台灣人都要背負這種原罪 那今年繼續有一個台獨名嘴 請注意他就是台獨名嘴 黃世聰 他並不是財經專家 因為你要講專家你必須有很嚴格的定義 他是在財經月刊當記者出身 所以這個就叫做財經記者 或財經媒體人 並非專家 他也沒有財經的博士學位 他就是在台灣的一檔節目 一個偏綠的節目 關鍵時刻裡面講說 哎呀因為現在大陸人因為怎麼樣 然後吃不起榨菜 股價大跌業績大壞 他們連榨菜都吃不起 這就是非常大的警訊 現在全中國大陸的民眾 都繃緊時間 好 這個這樣講 所以引起前一段時間很大的風波 我們看下一張 然後呢 它裡面還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他把這個字唸成培林榨菜 培林榨菜 那其實是扶林榨菜 所以這個梗呢 就接下來 很大陸很多人很多人每次都要講這個梗 然後講說吃不起榨菜 所以大家都要炫富 都要吃方便麵泡麵 然後配這個扶林榨菜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梗來 看下一張 結果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竟然是這個台獨名嘴 黃世聰 在大陸 他覺得他在大陸爆紅了 然後呢 然後他竟然去開了一個微博 然後這個陪那個扶林 你看我都被影響了 你看扶林榨菜 竟然也送他榨菜 然後他很得意的 非常高興的收到這個榨菜 其實人家送他 其實是表態說 關鍵是我們吃得起 也能讓關鍵時刻裡面的人 仁仁吃得上 人家是在羞辱你 結果他得意洋洋 然後呢 你看他說他開了微博 他說 榨菜我收到了謝謝 然後 然後他還講 他說他自稱他是榨菜哥 成為榨菜哥後的心內化 然後他說這幾天 很多朋友貼給我看各種報道 其中的幾個數字 我想在台灣的我們難以想像 不要把我算在內 你難以想像 不是我難以想像 我一直在告訴台灣人 告訴像你們這樣的人 你們不肯聽啊 他說難以想像 引發話題成為微博熱搜的兩個話題 分別有10.3億 6.8億次 好得意 不外視美食文化 還有一些些的幽默感 大陸人有幽默感 但黃世聰有什麼樣的感呢 就是反中感 要羞辱大陸 然後對大陸的無知 看下一個 好 他說我目前還不太會用微博 以後大家也可以來跟我好好交流 你看 我們都很了解媒體 這幹嘛 這個要幹嘛 要call人 對不對 就像要叫客人來 客人來喔 來喔 然後最後如果有機會 我心裡想排個時間 去福林看看 向當地人表達建議 不知道誰可以幫我牽線 要不要臉啊 我不知道 他也許很要臉 我不知道 來 就有人這樣的嗎 那我們再來看 他是無 真的是因為無知嗎 還是他內心充滿了所有的反中的情緒 看下一張 好 2014年3月20日 當時是什麼是 太陽花 他說 黃世聰在台灣寫 臉書寫 那些學生教導我們的事 怎麼怎麼樣 但一次一次學人對社會熱情 教導我們很多事 關心起了福貌 任人討論福貌 原來關心到全民利益的福貌協議 像前幾次那樣 草草就算數了 然後怎麼怎麼樣 所以他是支持太陽花的 等到4月7日 他又寫美好的一仗我也打過 感謝這些學生的努力 喚醒了絕大多數 沉默的民眾 對他們的佔領行動 除了有空就去立法院看看 更拿出新古讀書的吃奶力量 把福貌協議 仔細的研究一遍 那你研究的結果呢 你指出來哪一條不好 你告訴我 他就是支持他堅持自己的信念 這一個人 這一個人是徹頭徹尾台獨 反中的一個人 再看下一張 好 然後在今年6月我到海峽論壇 我講說我支持一國兩制 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然後我說我們這一代要把台灣 帶回家之後 我在台灣遭遇到 瘋狂式的羞辱 謾罵 跟攻擊 就包括了這個節目 關鍵時刻 就包括這個台獨的名嘴 標題是黃志賢激動大談 一國兩制把台灣帶回中國 哥跟黃偉哲被罵到爆 然後揍我 然後他講一國兩制 已經是變成一個毒藥 一國兩制已經變成一個毒藥 然後 他說以台灣目前氛圍來說 一國兩制已經變成一個毒藥 是嗎 是嗎 那你到大陸去講 你不支持一國兩制看看啊 你還要跟大陸要拉攏大陸 要去你想要賺大陸的錢是嗎 他說台灣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已經拋棄一國兩制 黃偉哲是黃志賢主張一國兩制下 最大的倒霉鬼 下一張 然後他繼續罵我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對比 在這個中國大陸的會議上面 用簡體字 他說他就是我 繼續罵我 讓兩岸統一 讓我們一起創造民族復興的榮光 然後黃志賢主張繼續罵我 說他也就是黃志賢 恨不得把台灣帶回到中國大陸去 一國兩制還不止 還要帶回中國大陸去 可是你看香港這個女孩子 她在這個鎮暴警察的盾盤前面 靜坐抗議 抗議什麼 抗議就是說一國兩制消失 抗議中國大陸對香港這樣伸手 兩相對比之下 當然會讓很多民眾去灌爆黃偉哲的臉書 這就是他的人品 這就是他的價值觀 對比你看他怎麼樣跟大陸拋妹眼 趕快來誰來幫我牽線 讓我可以去參訪 最好給你代言是不是 他講的 你看他一貫的 反中 不是反中而已 他講的論述邏輯性太差 而且有些是本末倒置 他說香港民眾 然後你還是在抗議香港的警察對不對 我請問各位 說是一國兩制在香港消失了 對 以前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後來是因為英國租借對不對 英國還了當然是中國的領土 這第一個 請問中國到底有哪個地方可以選舉 就香港 這不是一國兩制嗎 就是因為 而且可以每天罵北京 對 而且給你選舉權 英國人也沒給你選舉權 所以他這樣講不是本末倒置嗎 就是黃世聰 他講的哪一句是真的嗎 這個人 而且他說 他很炫耀 你看有十億人次點閱我 我講錯了我好得意 我好爆紅 他忽然撿到槍 然後趕快去開微博 想要操作商業價值 如果大陸讓黃世聰這種人 到大陸可以接待 我黃世聰好紅 那你怎麼看 那真的很可笑 另外一個可笑的地方 他說他想去福林的工廠餐館對不對 對 有誰來幫我簽簽啊 對 那邊的人把他簽意對不對 對不起 福林的工廠跟你表達簽意是兩件事情 你是說大陸人吃不起榨菜 對啊 你侮辱所有的大陸人 你要跟所有大陸人道歉啊 這個跟你要去參觀福林有什麼關係 完全在操縱 完全在操縱 因為福林的股票有波動嘛 完全在操縱他的點閱率 可能將來還有跟福林的關係的商業機會 再來他不是 他在呼喚福林榨菜 對 福林榨菜 找我做代言人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啊 透過政治 然後找到商業機會 馬上搖身一變說要有幽默感有沒有關係 對 對啊 因為他還強調他的點閱率 他為什麼要強調點閱率 因為點閱率會帶來 假如在大陸會帶來一些商機嘛 對不對 他就是要這樣做啊 大陸如果找黃世聰去做代言人 我就瞧不起 我就瞧不起 對啊 而且你要做也要做正面的事情 另外一個講到你哥哥的事情 跟顯示出黃世聰他的民主素養的問題 為什麼 我跟我妹妹早期 我妹妹早期是黃大洲的執養辦公室主任 對 那時候我是幫阿扁出選的 所以對立對不對 可是我就跟他講說 民主就是 連爸爸跟小孩都不見得有一樣的 民主認知對不對 選擇的對象 那你為什麼說 你的選擇 你的政治選擇 為什麼你哥哥的臉書要被關爆 對 為什麼 為什麼你哥哥變成倒霉鬼 為什麼你講說變成倒霉鬼 這個就是完全沒有政治 民主素養 他就先說 因為我支持一國兩制 然後呢 所以我是低下的 我是低賤的 所以呢 然後他有連結說 那個女生是高貴的 然後他有連結 黃偉哲因為是黃志賢的哥哥 所以被打擊被灌爆也是應該的 這什麼東西啊 對 所以他的論述本身就是先射了劍再劃吧 就完全照你講的論述 先把你看成壞的嘛 所以他們任何人做的都是好的 忘記一個重要的重點 讓你還是能夠在港警面前 香港能夠有這麼多的抗議示威 包括遊行 要不是北京給香港一國兩制 香港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所以周縣長你也看到很多的兩面人 雙面人 好 在台灣黑大陸 然後罵大陸反中 然後在台灣 因為台灣多數是反中的嘛 好 那這樣子 我又可以在台灣吃香的喝辣 哎呀 然後大陸 大陸這樣哇 我在大陸爆紅 趕快趕快 我也要去賺大陸的錢 然後我罵黃志賢 然後就所以可以羞辱他哥哥 這什麼東西啊 其實台灣有許多的人 程度不夠 居心不良 他就希望就是說 藉由毀壞別人的名聲 建立自己的名聲 然後在這裡面來得利 甚至給對方壓力 讓對方給自己好處 這是台灣經常可以看到的一些 一些不入流的那些蠢蛋做的事情 其實剛剛提到這個榨菜的事情 我記得講到一件事 大概在10年前吧 有一些來往 就是有大陸的一個官員告訴我 講說 那個時候國共內戰的時候 在打 台灣在打的時候 你們很可憐 你們在吃香蕉皮 在啃樹皮 我當場就報效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這裡講說 大陸的人民很苦 在啃樹皮 在吃香蕉皮 結果發覺到兩邊的宣傳 手法是一樣的 但是都不是事實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那個就是一個政治的宣傳 今天我在講的就是 太陽花反福茂的這個事情 這個人這個台獨名嘴 他是一路反中反太陽花 他要不要道歉 他其實不要講他反不反 他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好像年輕人去抗爭 走上街頭變成勇敢的行為 所以他也要去蹭他 對 所以他也是一個勇敢的人 以民主的鬥士 我覺得就是蹭他 但是我現在講的 今年下半年 亞洲的許多的國家 開始要簽一些免關稅 甚至非常低關稅的另外一個協議 RCEP 我們沒辦法進去 我們 如果 年底就已經通過了 我們就慘了 就是說 我們幾乎跟所有的亞洲國家 我們都出口要高的關稅 但他們彼此之間是不要關稅 甚至非常低的關稅 就是因為為什麼 當年福茂沒有簽嘛 對不對 那現在怎麼辦呢 你福茂沒有簽的結果是什麼 福茂真的簽下去 像當時的太陽花學生講的那樣恐怖嗎 絕對不是 就像今天在香港一樣 反逃犯條例 逃犯的條例難道不該制定嗎 你當在其他國家犯了罪 不應該引渡回到那個犯罪的國家裡面 去接受審判嗎 這本來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但是講成好像是是而非的道理 然後到了這個法案撤掉以後 還繼續去要求其他的事情 然後繼續去上街頭 講的都是仁義道德的話 都是爭取民主的冠冕堂皇的字眼 可實際上去看一看結果是什麼 我要講 當時如果簽ECFA ECFA如果沒有簽的話我們更慘了 因為我們跟大陸之間的貿易 我們的稅簡直是低的 甚至有些不要關稅 我們才有辦法去銷到大陸 對 如果說你今天當時也把ECFA反掉了 跟反服貿一樣都反掉 我請教各位 今天台灣的貿易順差從哪裡來 我們就是大大的貿易逆差 我們去年對大陸 我們沒有辦法再存活下去 我們對去年對大陸是1300億的貿易順差 美金 對 1300億美金的貿易順差 現場如果說 如果說服貿過了 貨貿過了 台灣今天經濟會這樣長 我們在全亞洲 我們在全世界的出口都可以 這個人叫做財經名嘴 No 我要跟各位講 這種人就是台灣 最懂得投機取巧 最懂得不講良心話 但是用一些謀略 去謀取個人最大的利益 我覺得就是這樣的人 可是很可悲的是 我們台灣不但有些 所謂的財經專家幹這種事 台灣有許的政治人物也幹這種事 我覺得民進黨 如果把眼睛都蒙起來 我覺得他要做就做到底 乾脆都戴上眼罩 從現在開始走路 每一天做事走路都戴個眼罩好了 沒有沒有 你就搞到底嘛 說謊就說到底嘛 郭大哥 就大陸過去曾經有一波一波的反對 台獨的明星啊 演藝人員的運動 或者任何人覺得說 哎呀 怎麼怎麼樣 他們就反對 所以我只想說 有些反對是有道理 有些反對是沒有道理的 可是 黃世聰現在他就是一個 支持太陽花的 支持台獨的 然後 很多事情上 他沒有對得起他的專業的一個人 然後他反對一國兩制 然後他說大陸人吃不起炸賽 結果他竟然覺得他爆紅了 沾沾自喜 你覺得黃世聰 在大陸會不會有人要 要給他商業利益 會吧 我聞到那個味道 他說來吧 生意來吧 應該不會啦 因為這個 大陸人普遍地討厭他 就是說他這種樣子 你看我這樣被大陸人 我這樣被大陸人喜愛 已經有一萬多個粉絲 我這樣成為中共代理人 我都沒拿到什麼商業利益 因此我想這個應該是不太會 他微博已經 有一些人 腦殘的人已經加入他微博了 對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在微博 你上次講這個 在海峽論壇講的話 有5億人的點閱 可是那個點閱 大部分都是支持你的 他說他現在有10億人的點閱 可能很多人是罵他的 所以那個 99%是覺得他是笑話 對 然後就像工廠送給他 人家送兩箱給他 是要告訴他說 我吃得起 結果他沾沾自己 然後拿著榨菜 到處跟人家合照 還做一波造勢 這樣好嗎 在台灣之後 雙面的人很愉快 你看我剛剛來的時候 是趕過來的時候 還是滿身大汗 結果出來的時候 我還想吃 中飯我自己做的吃 當時就想吃我的茯林泡菜 茯林 不是茯林榨菜 茯林榨菜 為什麼每個人都會唸錯 茯林榨菜 因為我們是 我從中共 中共代理人們得到 很多的茯林榨菜 最近我家裡好多 好多 你做中共代理人 你也拿到榨菜 不是我從中共代理人 當然我們都是代理人 這個組織 後來我們都要表戰 後來 那為什麼台獨代理人 我不講那個代理人 那個代理人 那個代理人就是新黨 我說新黨拿了好多 茯林榨菜回來 我就吃了 可是其實我要講 我並不太喜歡 它那個麻辣的 麻辣的太過分了 我就把這個麻辣的 變成美食節目了 對 我就把麻辣的跟不麻辣的 混在一起 放在玻璃罐子裡面 所以今天出來的時候 還想吃一點 算了這來不及來不及 不是 你就回答我 也不要 不要平衡美食節目 你回答我 他會不會在大陸 取得商業利益 我覺得不會 那如果會呢 不會 那我們這些 如果會你 你會不會喬得起大陸呢 不是 大陸當然 整個這個黨中央 我是非常喬得起的 大陸這些爛的人 也很多是讓人家喬不起的 那如果他在大陸 對那個香港那麼軟弱 就致死我喬不起的 結果如果他因為 罵大陸人吃不起榨菜 結果變成爆紅 結果反而取到很多演講 很多人要你參訪 詹賽哥來看 我們吃的錢 那你請他來 總要給他錢吧 所以他搞不好 變成賺了很多錢 沒有 我覺得他在大陸 絕對不可能 可是在於很多的 以反對中國 反對自己的人 可能在國外 在海外 比如說那個曹科黨 那我沒話講 他們就會講 大陸不會 那如果大陸會呢 我們現在黨這個統治的 還是慢慢堅定的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他進來的話 但是我們也會保證他的安全 如果他進來的話 也會保證他的安全 不會有人把他給眼睛打瞎 然後那個 不會有這種事情 可是我要強調一點 剛剛你講得很對 他 我不曉得他是這麼毒的 但是呢 你不要忘了一點 最重要的問題是 東森 不過這個關鍵時刻 以前還算是不是很毒的 但是他們就是去想去蹭 蹭這個風頭 現在好像太陽花 好像紅仲秋 好像這個民主 好像這個台獨 都是主流意見了 他支持太陽花 你看這些人 我都很熟 以前十多年前 他們請我去的 不是那麼毒的節目 沒有 後來越來越毒 對 是吧 他們毒的原因 像他們不應該的是 他們不應該的是什麼 你從頭到尾毒 我們尊重你 你本來是不毒的 後來 你那個看到這個 毒的起來 去蹭他 都這樣 你不要忘記那天我在 我在聽他講話 那個主持人更興奮 吃不起泡菜 吃不起榨菜 那你有沒有看他們 罵我那一集呢 罵你那一集 我不能看的原因 是因為罵你的太多了 所以我也找不到看了 所以 你別忘了一點 他罵你那個簡體字 你不要忘了 我說 我說黃 周子瑜啊 在韓國 哭什麼哭啊 我用簡體字寫的這個微博 結果他們說 你看 郭冠英為了罵 這個黃 這個周子瑜 你討好大陸 還寫簡體字 就是 我在大陸上 微博上 簡體字都是那種 對不對 這黃世聰這種水準 他還講 你看 他特別挑我說 你看他用簡體字的這個字 怎樣 我在大陸拿著博士學位 我當然寫簡體字 我在大陸演講 拜託 腦殘也要稍微有點程度吧 你做雙面人 你還有一點點 基本腦殘要提升一下吧 拜託 在台灣做雙面人好處多呢 名利雙收 榮華富貴 最蠢的就是不懂得做雙面人的人 我就要看 雙面人是不是在大陸 真的會拿到好處 我絕不散罷感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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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